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内湖区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个房子 房屋的格局是买房最后要考虑的 买房子的第一个重点 想要买到何用 未来又好脱手 而且不会赔钱的房屋 区位的考量最重要 五五线沿线大概有10站是在内湖区 那么到底是该随靠近内科南软或者是AIT呢 这不但影响到通勤的时间 其实还关系到这房子未来好不好脱手 光是在台北内科就有12万上班族 如果再加上其他产业 内湖买卖房屋的需求真的大 因此内湖的房产价格 在房产专家眼周 的确很具有吸引力和支撑力 以捷运原线超过500公尺 或者是800公尺左右 步行可以到捷运来取得这个购物的部分 是相对的比较划算 对手购族来说 总价不超过2000万 又要走路10分钟以内就到捷运站 以公寓房价来看 内湖站的公寓产品 一瓶次数到50万 往港前西湖方向 因为靠近内科 一瓶最高卖到55万 但如果往另一个方向 像东湖公寓产品 大概40万上下 而老公寓 顶楼五楼最便宜 每瓶可以再省3万 如果是二三楼 价格就要往上加 2到3万 靠近内科的价钱越好 因为会买它 接手它的人特别多 所以你将来脱手的时候 会有很多想要买你房子的人 想闹钟取静 在内湖也有景观房 只是多了珊瑚景致 这些又大多是新城屋 房屋总价就翻倍 至少4000万才能买到 因为它总价比较高 未来确实可能在交易上面来说 会有一点压力 房产专家最爱强调 买房地点最重要 这离内湖捷运站 一公里内的产品来看 物件偏公寓又大多是老屋 但是交通便捷 上班族或首购族 比较负担得起 选择绿域山景的房产 虽然只要大安心一区的 六七折价就可以买到 但未来要脱手 相对会难一些